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在表面的层面难以讲述的东西 那种难以讲述的东西就像比格斯应运而生的缘由 比格斯讲的在他的预言中他不是预言 他是自己两眼看到的 透过他的前程 透过他的祈祷 他看到了真实发生的故事 这是两回事的 这是跟那些什么观星象 这纯粹是两回事的 那他就显得更加的真实 就是他的真实就是 他看见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但对等同一件事情的本身 有他背后的因素 所以这是他能够超前看到的原因 那也就说今天美国社会陷入这种 纯政治上的这种争持的时候呢 里面牵扯到背后的生灵很大 这个就有些东西是不能够 不能够管的 是不能够干涉的 我朋友不太相信 我昨天有期节目中说了 我说比格斯你看他为什么黑暗势力 他看到黑暗势力 他不敢说 他明确讲说 这个要为我自己家人 这个要维护我家人的安全 他的说法什么意思呢 他惹不起那些东西 一个角度你可以说他惹不起 另外一个角度 在某种背景之下 他也知道是不能说的 因为在人间社会环境中 表现出来一切 是普通的人 人们很多不信神的人 自己理所应当承受的 那他不能够经过他的嘴 随便说出来 那在我个人眼睛里呢 美国政治已经坠入到 已经来到这么一个层面 所以最高法院的裁决 跟川普挨的那一枪 无论你怎么争持 那是他已经给定了一个大调 定了一个大隔断 这个大隔断就代表着后面 影响到后面到明年四月份 到明年四月份 说川普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在整个七月份的 整个定调的过程中 美国大选只成为了一个标志 美国大选已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了 他的标志 更深刻的标志代表着 美国社会现实人们在善良与邪恶的这种定性中 人们自己的排放位置 人们所站队的位置 已经给我感觉是这样 所以他美国大选就成为了一个时间的标志 而美国大选 无论结果如何 那美国现在存在的问题 不是一次大选能够解决 不是政客能够解决的 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比较少的 就是在涛哥眼睛里一个很大的缘由 有些朋友不一定能听明白 你说你胡说什么呢 一个做新闻的说这个嘛 那听者就听 对不对 那我只是跟大家阐述这故事 那今天早上爆发出一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发新闻 这个突发新闻在奠定着 川普在7月1号最高法院裁决之后 那他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 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对川普现在的影响是很大的 他状告了 他今天早晨明确表示 他状告司法部跟FBI 要求他们赔偿一亿美元 那原因就是指控政治迫害 而他提到政治迫害的基点基础 最高法院对川普总统豁免权的裁决 和这个坎农法官 在这个佛罗里达州 对这个司法部的案子给他DQ掉 就给他废掉 是基于这两点 那案子的本身很简单 2022年8月8号 这个司法部跟FBI 突袭了一大早 突袭了海湖庄园 在那待着十几个小时 然后拿走了很多东西 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针对这件事情 川普说他花的律师费 1500万 所以在律师费1500万背景之下 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 跟联邦法官坎农法官的裁决 他们决定状告司法部跟FBI 实际是对他进行了政治迫害 那这就是事情的本身就出现了逆转 应该讲是在 他可能是在2024年8月8号左右 整个事情完成的 那今天早晨呢 是这个川普的律师 他川普这个律师也叫艾伯斯坦 他请了很多律师 也叫艾伯斯坦 那他就跟这个福克斯新闻 做了一期节目 然后通告了这件事情 福克斯新闻就拿到了他所有的文件 法律文件 所以这件就是一大早 刚才刚刚披露出来 那他具体的细节 原有理由都在他文件中陈述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这件事情就凸显了最高法院的裁决 所带来的整个的影响 对美国的政坛也好 美国的选举带来整个的影响 它是一个突变 它是一个突变 但并不代表说 川普背后面就一帆风水 8月份对美国很难的 很不容易的 但他的一切很难跟很不容易呢 是从另外一面出来 就像昨天的这个奥运会 奥运会的闭幕式 是魔鬼降临人间 他的闭幕式的解说就这样 路西法 六一大天使 是挑战耶和华的 从而被打掉地狱 那他的隐喻就是 魔鬼来到人间 搅动开动了叫 时间之轮吧 应该是 大概是时间之轮 时间之轮同样是来自于 路易法 路西法的一个 一个游戏 电子游戏 据说腾 腾讯是不是有份 那里面就讲了 十二个创世 他说十二个创世天使 创世的神 其中有个什么叫 叫回忆之神 还是什么之神 那代表着 搅乱了这个 搅乱了时间之轮 搅乱了时间之轮 那就是 生命就乱了套 时间之轮乱了 生命就乱套 他其实就讲那个 但他引用的是路西法 那在 在这个 闭幕式当中 路西法降调人间 古希腊的一个神 以速度为著称的一个 你可以把他叫做天使 耐克的标志来自于他 那这个 你去巴黎的卢佛宫 一进去 上那个台阶 你的右手面的那个 那个塑像就是他 他经常跟威尼斯 威尼斯女神出在一起 出现在一起 他没有太特别的 他的最大特征就是速度 快 但是呢 这位天使在 奥运会的闭幕上 事实上 被斩断了一个羽翼 就是他 天使是两个翅膀 对不对 给斩断了一个 那天使被斩 羽翼被斩断 那路易法 也就是黄 充满黄金色的 这个这个 撒旦 到脑袋冲下 坠到人间 被打下来 就是今天 然后后面出现了大白 大白布满了整 与路易法在一起 转动了时间之轮 很多人不知道 那是什么轮子 我查了半天 我以为是时间之轮 所以给 将代表着 人类社会出现大灾难 来吻合了整个 整个这个 奥运会这一次的主题 这一次的奥运会的主题 是真真正正的 魔鬼式的东西 那很完整 那我们回过头来 就说川普这段故事 所以这是 我一再跟大家解释 这是突发的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代表着一种 时代的转变 但并不代表着 川普会议 一帆风顺 但它代表着 就是川普 绝不妥协的这一点 就是他 个人的品质这一点 这是肯定的 里面就讲述了 一亿美元 原因就出自于这件事情 那美国对 美国对川普总统的行为 太过分 他的理由基本上是这样 这里面就讲述了 海湖庄园 以及之后 史密斯 对这个川普的 37项重罪指控 这个内容 这个呢 就是在海湖庄园外面的人 彻夜守在那里人 那卡冬法官 上个月 驳回了史密斯的指控 引用的是 宪法中的任命条款 裁定 史密斯是非法任命跟资助的 非法任命跟资助的 如果这个任命条款出来 那就代表着司法不有问题 这些都最终需要法律 就是法院去裁决 对不对 那你不能说谁对谁错 这美国的法律就这样 第一个第二个 我跟朋友解释过 你得有钱 没钱 别碰这个 有一个说法说 这个事件的本身呢 是被这个律师在控制 被律师跟银行家在控制 不是政府 不是政府受了 那埃布斯坦 川普的律师 提交之后 司法部有180天回复 双方先提交妥协方案 那妥协方案不接受 将在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法院开庭 那川普的律师呢 就给了福克斯的新闻网的一份答复 川普总统在这里坐不仅是位子 也是为美国人民挺身而冲 因为他受到政府的冤枉 对总统的侵权行为 根据就是对海湖庄园的袭击 那袭击的本身是恶意的 滥用的 那FBI跟这个司法部呢 做出的决定是不符合要求调查目标同意的 而且他做法违反了佛罗里达州的做法 佛罗里达州有着明确的一些 在个人隐私的跟个人尊严权利的法律规定 也明确违反了宪法原则 川普的不一致标对川普的不一致的 这个就是司法的标准 那代表着司法部有问题 那他就抬到说 加兰跟雷不应该批准突袭起诉 那突袭起诉的发生的本身 代表着司法部对川普的不公 他应该先跟川普的律师合作来协调 同时违反了佛罗的法律 就是违反了隐秘法 故意以物理的方式 公开的方式 寝入他人的这个私人庄住所 这是非常冒犯的 基本上的内容就是这样 在内容的陈述当中 很多是法律条款 内容的陈述当中 也不直接表示了 这个特别检察官 就是这个史密斯本身的违法 所以他引用的两条法律 一个是最高法院 一个是坎农的裁决 那是法庭的裁决 所以司法部也没有消息 我跟大家解释 就是说这样的新闻点 就是他的时间点 发生的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 他的时间点 代表着美国今天 社会环境 或者说某种力量对异当中的 一种变革 一个时间点的变革 他远远比不上 川普被暗杀 远远比不上 但是川普的本身的事件 从2021年之后 整个事件的本身 却跟这个是直接相关 就是川普整个一条生命线的走过来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一个谈不上转折点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Milestone 就是一个基点吧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